用流利的英文向台北市民打招呼 还不够要接地气 也能一秒转换台语声道 她是李敖的女儿李文表态参选台北市长 进楼前完全没包袱李文说话模样 还有点父亲李敖的影子 只不过常年旅居国外的她 又怎会突然宣布参选 北市长 他讲猪肉的时候就讲不过他 我就讲了过书镇汤 他是找姜 他老狐狸跟我老爸一样 我问你的那个经历 你知道算是一个假律师打引号 那这个陈世忠 我觉得他回去他的牙医比较好 因为第一吃相太难寒 又要去喝酒 又要去这种吃 他喝酒的样子 就好像每天去KTV三陪地方样子 管他部长还是立委 通通没放眼里会想参政 恐怕还是因为他 科并不是上来说要弄伪剑吗 怎么一个伪剑都没有啊 怎么都是我在弄啊 但要打选战却没有政党奥援 这又要怎么拼啊 有可能我选不上 对不对 可是我要打得特别漂亮 把这些所有的 在台北市这些立委议员 做的什么些屁事 我全部都曝光 不打传统选战 靠空战 柳文说脸书就是他最大力气 那种霸气 那种魅力 像我 邦邦邦邦 TVBS新闻华少平 叶峰伟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